哈喽,大家好,就说一下 要把你的学到的智慧传递给别人 就是啥吧,法布施呢,是能够让人越来越聪明的 你不能因为别的事情迷惑了你的双眼 就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,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 解答别人的问题,这些都是法布施 不能够因为自己一时的心烦意乱 或者是因为各种一样的事物忽略了这种法布施 那样的时候其实吃亏的是自己 如果自己想要智慧越来越进步 那是一定要法布施的,加油 那是什么事物忽略呢,这些是什么事物忽略 那是什么事物忽略呢,这些是什么事物忽略